记者夜关于新北报道,有意争取参选台北市长的前副总统吕秀莲昨天,18日,说,若有总统副秘书长陈菊参选台北市长,他将发表文章让陈菊终身受伤,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贞昌今天下午出席民进党社会第四大社团查会,被问及如何处理台北市这一局。 他只说,不敢对此有所评论,苏贞昌说,不敢评论副总统他们,自己就是认真选新北市,希望选赢,能够为新北市民服务,至于台北市的情形,尊重党中央决定对于民进党与台北市长柯文哲那番,将自提台北市长参选人,有人认为这样不太好,将产生外异效应,影响其他县市选情, 有媒体追问苏贞昌,是否会认为和好比吵架更重要,苏贞昌说,他一直认为民进党中央没有要跟谁吵架,也一直都是尊重各方,台北市要怎么提名,民进党也是非常真心诚意,他相信党中央最后会做出智慧的决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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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